好,请大家坐好了 上次我们讨论了这个循环群 今天呢,我们接着介绍另外一种重要的群 就是变幻群和置幻群 首先我们先给出变幻群定义 然后我们讨论它的一些个例子和应用 所谓的变幻群 它里边的元素,这个群里面的元素 实际上是一个变幻 或者说它是一个映射 我们这里看到A上的变幻 A是一个给定的集合 它上面的变幻是一个A到A的函数 当这个变幻是一个1变幻 也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双射函数 把这个A上的所有的双射函数 我们做成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关于这个函数的合成 就构成一个群 这个群叫做A上的变幻群 这个函数的合成呢 通常我们也叫做乘法 就是说变幻的乘法 变幻就是双射函数 然后函数的合成呢 看作是一个运算 这个运算叫做乘法运算 那么我们看到 这里就是一个变幻群 A上的变幻群 我们用EA来表示了 一般的来讲 这个是把全体的变幻都拿过来 构成的 这个叫EA 有的时候我们拿一部分变幻过来 如果它关于变幻的乘法 能够封闭的时候 而且它也有单位元 每个元素都有逆 在这个情况下 它构成了一个EA的子群 我们把这样的子群呢 叫做A上的变幻群 那么对于一个集合A 给定以后 它上面的变幻群 可能有很多个 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EA 其他的都是它的子集合了 是它的子带数系统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给出了一个变幻群的例子 它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EA 而是EA的一个子群 我们看到这个变幻呢 它实际上是由参数来确定的 这个A呢就是参数 这个参数呢可以是群体中的 任何一个元素 比如说我指定了这个小A 就是你挑出群体中的 任何一个元素小A 把它作为参数 来做一个和A相关的变幻 这个就是FA FA是什么变幻呢 它把这个X 印到A和X的运算 这样的就是一个变幻 这种变幻呢 实际上是 就是很容易做的 而且我们可以证明 它是一个双摄函数 是一个一一变幻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Z6磨6加 那我可以把它里边的任何一个元素 作为参数 比如说 0 因为它的元素是0到5了 我取0作为它的参数 做一个F0 F0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我们来讲的 它是一个Z6到Z6的函数 然后它把X印到 印到什么 印到0和X运算 0和X进行磨6加 这个结果 就是X 所以它相当于做这样一个映射 当然你除了0以外 你还可以写 F1X 然后一直写到F5X 这样我就得到了六个函数 就是F0 F1到F5 这就是一个变换群 这六个函数 都是原来这个Z6上的一个变换 我这随便写了这样一个变换的一个结果 这个 就是说这种变换群 它在后面会有一些应用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群 可以和这种变换群 建立这个相关的联系 这是一个变换群的例子 下面我们看到 这里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Client四元群 有ABC三个二阶元 然后有一个单位元 我就拿这四个元素 可以作为它的参数 来构造四个变换 比如说单位元的 那你运算的结果 就是把原来的这四个元素 分别和单位元运算 那单位元还应到单位元 A应到A乘单位元 就是单位元和A 对吧 就是A B应到单位元乘B还是B 这个C应到单位元乘C还是C 所以这个相当一个横等变换 然后我要是把A做参数呢 就是把A和这里边的每个运算 作为它的映射的结果 那E应到A 然后A应到A乘A运算是E B应到A乘B运算是C C应到A乘A运算是B 所以得到A乘A运算是B 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映射 类似的还有FB 通过参数 通过参数以后得到一些变换 然后那个独义点 它都同购于一个变换的独义点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看到这个Client四元群 同购了一个变换的群 它们两个是完全同购的 这是变换群的例子 下面我们讨论一类用的最多的变换群 就是这个置换群 它的区别就是 它是作用在一个有穷级上的 这些个变换 我们把这个专门给个名字 叫做置换 现在这里边有一个集合A A呢是N个元素 这N个元素 我们通常就用1234到N 这N个正整数来表示它 然后它上面的一个双射函数 是一个把1234N 印到1234N这个集合的一个双射 这个双射呢 我们通常的表示方法 就可以用一个函数的 就是一个置换的方法来表示 这个置换的表示方法呢 可以用 如果Sigma代表一个置换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两行数字来表示这个置换 上边是自变量 正好是1234NN个元素 然后下边对应的就是函数值 因为它是双射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是1 印到Sigma1 2印到Sigma2 最后 N印到SigmaN 那这个就是一个置换的通常的表示 所以上边是对应的自变量 下边一列对应的是函数值 正好因为它是一个双射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值 整整构成了一个排列 1234N的一个排列 我们把这样就叫做一个置换的表示 这是第一种表示方法 第二种表示方法呢 把置换表达成不交的轮换的分解式 什么叫做一个轮换 轮换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置换呢 就是它里边只有1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置换表达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能里边会有这样的结构 比如说 这个函数 它把1印到I1 就是这个置换 然后我接着作用在 I1上 它又把I1印到I2 它可能就这样 一个接一个的印下去 最后印到IK加1 然后最后 IK加1 又印回到I1 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轮换的这样一个格式 就是我们要把它的对应规则 写一下的话 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由I1这样 对应的后边就是它的函数值 然后又印到下一个函数值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循环 我们把这样叫做一个轮换 如果这样的一个兑换 它里边含有着这种结构 就是它把这些函数 这个函数把这些字变量映射 把这N个文字映射 它出现这样的轮换结构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轮换 从这个对换里分解出来 分解出来以后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对换 就是这样的叫做轮换 然后把这个置换 表达成这个若干个轮换的合成 就叫做它的成绩 我下边就给出一个分解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随便写了一个置换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置换的表示方法 上面是字变量 底下是函数值 下面我就把这个置换 我们看看你怎么把它 分解成轮换的成绩 先看看怎么找它的轮换 我们就从1开始找起 你看1 通过这个函数的映射 1映到3 所以下边1映到3 然后我再接着看3映到谁呢 再查3 3下边映到2 然后2映到谁呢 2映到4 2映到4 然后4映到谁呢 映到5 5 5映到谁呢 接着查映到7 然后7 映到8 8 映回到1 所以这就从这个置换里头 分解出了第一个轮换 就是1324578 按照这样的顺序 来一个映到它的后一个元素 那我就可以把这里边写出了一个 我可以用这个格式来表达这个轮换 每一个元素都映到它后面的一个元素 1映到3 3映到2 一直映到8 8又映回到首元素 映回到1 所以这就相当于 它是这个里边分解出来第一个轮换 分解完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里边出现了7个文字 但是在原来的这个字变量里 应该是8个文字 还剩下谁呢 还剩下6 那剩下6呢 我们发现6是自己映到自己 也就是说 它自己构成一个轮换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后面6 6是自己构成自己 就是一个一轮换 自己构成自己 那整个这个 可以看作是两个函数的合成 前面这个函数和后面这个函数 它两个合成起来 那这个函数是6映到6 而这个函数呢 正好 就是说6映到6 而其他的文字它也不变 但是这个函数呢 它相当于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映射规则 每一个文字 引到它后面的文字 构成一个轮换 我们可以看成是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 轮换的成绩 就是相当于原来这个置换 就是它跟它合成起来 这个叫做置换的分解 那我们发现 这两个轮换是不相交的 就是你这里边的文字 在这里边是不出现的 为什么不相交呢 为什么不会相交呢 它因为我们这个函数是一个双射 如果你相交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边出现了5 这里边也出现了5 那会有什么结果呀 5就相当于对应同一个5 它会印到两个不同的值 这和函数的性质是矛盾的 函数的定义 它一个字边量 不会有印到两个值 另外一个 如果你要出现两次的话 也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变量 会印到同一个函数值 它也会和双射的性质矛盾 所以正因为这个置换 它是一个双射函数 因此它分解出来的 这些个轮换的文字 是不同的 是不相交的 这样我们就把一个置换 可以分解成 不相交的轮换之基 这个基就表示 轮换之间做成法 也就是函数的合成 那这样做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分解是有一个特点 除了这个不相交的特点以外 它们之间 如果你交换一下 我这么样写 和下面这个写法 这两个是同一个置换 就是我这个合成 是可以交换次序的 为什么可以交换呢 因为它作用在不同的变量上 你先作用在6上 跟你后作用在6上 这个结果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你这个置换 可以写成这个轮换机 也可以写成这个轮换机 就是这些不相交的轮换之间 交换了次序以后 它表达的是 同一个映射的结果 这是我们讲到 把这个置换 分解成不交的轮换之基 这样的一种表示式 第三种表示式 对换还可以分解成 就是还可以用对换来表达它 什么叫对换 就是这个轮换 我们有一个名字 就是考虑它的长度 这个叫做它的结 像这个轮换就叫做七结的 因为它正好是七个文字 那对换呢 本质上就是一个二结轮换 就只有两个文字 就是比如说像这种 这个就是一个对换 一变成三 三变回到一 它们两个等于互相交换了 这样就叫做一个二结轮换 就是对换 那么任何一个轮换 也可以表达成 任何一个轮换 可以表达成兑换的成绩 你像我们这个轮换 I1变到I2 最后变到Ik Ik又变回到I1 这是一个K阶的轮换 它可以表达成后边 这样一些个兑换的成绩 最右边这个是I1 I2 然后接着是I1 I3 最后表达成I1 Ik 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随便写这样一个轮换 I3 4 5 6 按照刚才的那个表示方法 它可以分解成这样的兑换的成绩 就是 I3写在最右边 然后是I4 然后I5 I6 这样分解 那么这个和它的 对于变量的作用 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I3 4 5 6 如果我要表示出来的话 它应该是I变到三 它是这样一个变化 对吧 就是I变三 三变四 四变五 五变六 六变一 然后假定我是作用在六个文字上 还有一个二 二是自己变自己 对吧 自己变自己 它相当于这样一个作用效果 那我们检查下边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 一先变到三 然后一又变到 就是说 我们要把它合成起来 一变到三 我们采用这个办法来写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跟三先交换 交换完了以后 它的第一步作用的效果 就是这两个交换以后的效果 一变成了三 三变成了一 它们两个互换了 其他的文字 二四五六 自己变自己 不动 保持不动 这是这第一个 如果我看作一个函数的话 它的效果是一和三互换了 然后接着再看这个 这个接着是符合在它上面 一和四接着互换 那就是说 这个两个又交换了 这个三二都不动 一四互换 这个五和六也不动 这是第二步作用 作用以后的效果 然后接着 下边是一和五互换 那前面这个地方不动 这两个互换 又变到这一步 然后最后一和六互换 最后我们得到了 这样一个运动的效果 最后整个这合成以后 我们看到总的作用是 一变成了三 就是经过这四步 四步的函数合成以后 一变成三 二二不动 那是二和二不动 对吧 这个一变成三 正好跟这个 一变成三是一致的 然后是三 三变成四 那就检查这个效果 三变四 然后四变成五 四变成五 然后五变成 变成六 五又变成六 最后六 六的合成效果 变成了一 最后六变成了一 和这个函数的效果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 N阶的这样的一个轮换 我们这里是一个五阶的轮换 可以表达成这样一个兑换的合成 这个叫做兑换的分解式 那么兑换的分解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特点是可能不为一 就是说我这里有一种分解的方法 我分解了是四个 还有其他的分解方法 也许你用六个兑换 也可以表达它 就是还有别的分解方法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是 我们这里边的文字是有胶的 你看这个地方一出现在这个兑换 这个兑换 里边都含有一 所以它可能有胶 所以分解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 我们这只是给出了其中的一种 另外一个它可能有胶 那这里边有一个命题 就是说我分解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但分解个数的基数和偶数的性质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是分解成四个 你可能会有分解成六个 八个或者其他的分解方式 但是你绝不能分解成五个出来 就是分解的兑换 含有的基偶性的这个个数 这个个数的基偶性是保持不变的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这些个呢 都是分解的一个表示了 它这个基偶性实际上是反映了 在它原来这个置换里面 它所含有的这个逆序的个数 所以当你原来置换中含有逆序的个数 是基数的时候 我分解出来就能分解出基数和兑换 如果逆序的个数是偶数的时候 就是偶数的兑换 那么它的逆序是怎么表达的呢 就是在原来这个置换的表达式里面 它如果出现了 它是一个排列了 是吧 我要把这个还原成它的原始的表示 这个是一个原始的表示 前面是它的字变量 后边是它的函数值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函数值 可以看作一个一二三四五六的一个排列 在这个排列里面 如果比较大的数排在前面 比较小的数排在后面 就叫做出现了一个逆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这个三和二 这就是一个逆序 三排在二的前边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三排在一的前面 三也比一大 这也是一个逆序 所以我可以把这里边的这个逆序找出来 像这个排列 我们现在有两个逆序 其他的就再也没有 这个大的数排在前面 小的数排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了 我们就把这样的逆序 它有两个逆序是个偶数 因此它分解出来的那个兑换的表达式 那个兑换也是偶数个 就是这是它的 由它的这个性质来决定的 因此它分解以后的 这个兑换各数的基有性 是由它本身原来那个函数性质决定的 这个是不会变的 下面这个定理就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说任何恩元置换 都可以表达成不交的轮换之机 而且表法是唯一的 那就是这个唯一性 我们怎么样理解它 就是如果我这个 sigma是一个置换 下边表达成轮换之机 这个表达成 sigma1,sigma2到sigmaT 然后这边表达的是 另外一种表示方法 是唐1,唐2到唐T 可以证明这两个是 集合是相等的 我们这里边讲的是 集合是相等的 这个叫做表法的唯一性 那就是说你这些个顺序是可以交换的 就是你这里边有 有这么T个轮换 然后我要是交换其中的顺序 这个我们认为是相同的表法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它的文字之间是不交的 你交换了顺序以后呢 它仍旧不影响它的这个 函数的这个映射功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认为交换顺序以后 还是同一个表达式 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表法是唯一的 这个证明的思路呢 就是说首先这个sigma 可以表达成不交的轮换之机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一个轮换一个轮换分解 先把第一个轮换分解以后 然后我把剩下的再分解 那这个证明的过程呢 是对我所改变文字的个数 做归纳证明 比如说我这个兑换 就是我原来这个置换 改变了k个文字 然后我对这个k做归纳证明 这个证明呢书上有 我在这就不详细讲了 那这个唯一性呢 我们就是要证明 这两个集合相等就行了 因为它交换次序呢 并不影响它的函数的功能 然后证明这两个集合相等 我们就证明左边这里边的 任何一个轮换 比如说sigma j 它一定出现在 右边这个集合里 就是这里边一定有一个 另外的置换 比如说t 有一个轮换tS 这个sigma j和tS是相等的 就tS是在这里边存在的 这个可以用这个办法来证明 然后相反的方向 右边任何一个轮换 也会出现在左边这个集合里 那么这两个 这个两个集合相等 因此它的表法是唯一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证明过程呢 我在这就不详细地讲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置换的轮换指数 这个反映的是这个置换的结构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置换可以分解成轮换的成绩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表示方法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 它究竟可以分解成什么形式的轮换呢 我们把这个结构可以用一个公式给出来 这个公式反映的是1 它的轮换个数 1 1轮换有多少个呢 就是这个C1 Sigma1 反映的这个个数 然后这个2上面这个指数呢 反映的是2轮换的个数 有几个2轮换呢 有几个3轮换呢 我们就把它按照这个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最后有几个N轮换 当然这个上面的个数可以是0 当你不存在这样大小的轮换的时候 那个个数就是0 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给的这个置换 它是一个8元的置换 然后我们按照轮换分解的话 可以看到1变5 5变7 7又变回到1 这第一个分解出来了 然后这里边4变成8 8又变成4 第二个分解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到 还有几个自己变自己的 2变2 3变3 6变6 就是相当这里边还有一个 三个一阶轮换 要把它写全的时候 就后边还有一个2轮换 然后3自己的轮换 6自己的轮换 一共是5个轮换 就是在我们通常写这个表达式的时候 这种一阶轮换 我们可以省略 只要在这里边不出现的文字 我们都认为是自己变自己 可以把它忽略不写了 要把这个写出来 它的指数 我们看到一轮换有三个 就是二变2 三变3 六变6 所以这个一轮换有三个 一的上边是3 然后二轮换有一个 就是这个48 三轮换有一个 就是157 这是一个三轮换 四轮换 五轮换 六轮换 七轮换 八轮换都不存在 所以上边都是0 因此这个指数为0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省略 省略以后 这个指数简单的写呢 就可以写成后边这个指数 一轮换有三个 二轮换一个 三轮换有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看到 通过这种写法 它就给出了这个表达的 就是这种置换 它究竟分解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通过这个轮换指数 给出了它的结构 那么作为一个 n元置换 就是在一个极客上 会存在着 很多个n元置换 要n个文字上 应该是n结成个n元置换 对吧 因为它每一个排列 都代表了一个置换 所以有n结成个 那么究竟 它有多少种不同的指数呢 我们看到 它是根据这个方程来写的 你看 这一轮换的个数是x1个 这个表示 二轮换的个数是x1个 然后到n轮换的个数x1个 那就这就代表了 它的文字总数 因为它文字之间 是彼此不交的嘛 所以我把每个轮换的 代表所表达的文字数 全部加起来 应该是文字总数 正好是n个 所以它应该是 这个方程的一组解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一二三上的置换 应该是六个置换 就是横等置换 自己变自己 我们就用一来表示 这个横等置换 一轮换来表示横等置换 然后这个一和二兑换 三自己变自己 那个三的那个省略了 然后一和三兑换 二自己变自己 二三兑换 一自己变自己 然后一变二二变三三变一 这是一个三阶的轮换 这是一个一变三三变二 二变一的一个三阶轮换 一共有六个 那么这六个 我们要写出它的指数 有几种指数呢 这第一种是三个一轮换 就是一的三次方这个指数 它只有这个σ1 然后一个二轮换 和一个一轮换的 一共有σ2σ3σ4 就是这种结构 一个一轮换 一个二轮换 然后这两个 只有一个三阶轮换 所以是三阶轮换 还有一个 就是后边这σ5σ6 这两个置换 因此它的所有的指数的 只有这样三种类型的指数 然后每个指数下 可能会有若干个置换 这是说整个考虑 这个置换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通过这个指数 来反映它的这个结构 关于这个兑换的表示 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一个置换 可以表偿兑换 这个怎么表达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步来做 首先我先把这个置换 分解成轮换的G 就是说把这个σ 假定它分解了 K个轮换 这是它分解式 这个我刚才讲过了 可以一个轮换 一个轮换的来做 因为它彼此之间是不交的 做完了以后 我这里边都是轮换了 每个轮换都可以表达上 兑换的成绩 刚才我讲了那个分解的方法 就是用第一个文字 分别跟它后面每个文字 配成一个兑换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置换 把这个每一个 再接着分解成兑换 进一步 这样整个的置换 就表达成兑换的成绩了 这是它的表示方法 刚才我还提到了 表达以后 它兑换的个数是基数 我们就把这个置换 就叫做基置换 如果表达以后 兑换的个数是偶数个 它就是偶置换 在它的表达是 可能是不唯一的 但是它究竟是 基置换和偶置换 这个是唯一确定的 那么在基置换和偶置换之间 可以构造一个 一一对应 一一对应就是说 我把一个基置换 乘以一个兑换以后 我随便指定一个兑换 用它来跟 跟那个基置换来 来做成法 相当于做函数合成了 合成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 偶置换的表达了 所以一个基置换 可以对应到一个偶置换 反过来 如果你要给一个 偶置换的话 我要乘上一个兑换 它就变回到基置换 而且它这种对应 是一一的 就是不同的 置换会对应到 不同的结果 因此这种对应呢 它就构造了一个双摄 相当于我们基置换 个数跟偶置换个数 一样多的 这里边 大家总共是 N结成个置换 基置换 偶置换 各占一半 我们那个横等置换 我们那个横等置换 可以看作是偶置换 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零个兑换 你也可以看成两个兑换 比如说一变成二 二又变回到一 两个置换 就是它可以表达成 就是这两个合成以后 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横等置换 所以它都是偶数个 这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表示 下面我们就拿这些个置换 作为元素来构成代数系统群 在构成群的时候 我们先定义它的运算 群上有一个二元运算 然后有单位元 每个元素都有逆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置换拿来 那一共如果要全体置换都拿来的话 是N结成个置换了 那在这些个置换中有合成运算 就是它置换都是双射函数了 它合成以后还是双射 因此这个合成运算是封闭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置换的乘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是一个八元的置换 就是作用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个文字上 第一个置换呢 它是由 要是用轮换表示的话 它是由这两个轮换构成 一个一三二 一个是五六四八 第二个呢 是一个 整个是一个八阶的 一个轮换 那这两个要进行乘法的话 我们相当于把 这个和下面这一个合成 这两个函数合成 大家不一定要写回到 它原来的这个公式 就真的去一步一步去做合成 我们可以直接同这个表达式中 把那个合成结构可以算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我们这个合成 要是sigma和tau合成的话 tau是第一步作用的函数 然后这个sigma是第二步作用的函数 我们就直接查这个表达式 可以把这个函数结构写出来 你看我们先查1 1先变成8 在第一个置换下 然后合成以后 这个8在第二个置换下 接着被变 那我们就查第二个 8 8变成谁 8变回到5 所以1在第一个作用下变到8 在第二个作用下 又接着第二步变到5 合成的结果呢 就是1变成了5 所以我们在这个合成的这个函数里面 1后面跟着的是5 是1变到的 接着我们再查这个5变到谁 5在这里面变到7 7在这里面自己变自己 所以合成的结果是5接着变到7 然后7变到3 3在查这里变成2 所以7应该后边跟着是2 就按照这个办法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轮换可以写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 剩下没有出现的文字都怎么变呢 我们再接着查 这里面没有出现的文字3 那3在这里面变到1 1在这里面又变回到3 所以合成结果是3自己变自己 类似的4和6都是自己变自己 那这样我们就直接看 检查这两个表达式 就可以把合成以后的轮换表示写出来 就是变成了这个轮换表示了 这个叫做求合成 或者是叫做乘法 这是它的二元运算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单位元是存在的 单位元就是横等函数了 就是相当于自己变自己的横等函数 在这个N元置换里 它的横等函数就是这个1 自己变自己 这是单位元 因为任何置换跟它合成 还等于原来的置换 它是相对于置换乘法 是一个单位元 然后我们再看 每个元素是不是有逆 有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运算的反函数了 因为它的单位元是横等函数 一个函数和它的反函数合成以后 恰好是横等函数 那我们怎么求逆 由这个表达式直接求逆 这个也好办 就是说我们相当于 如果这是原来的表达式 它有两个轮换构成 求逆的话应该是 这个先逆写在左边 然后这个逆了再写在右边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求逆的公式 大家在原来函数合成都学过 每个分别求逆 然后把这个次序倒一下 这是求逆的公式 在集合论都学过的 那我们现在相当于这个看成两个函数合成 所以应该这个的逆和这个的逆 然后再运算 那这个逆怎么求呢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这是一个轮换 这个轮换顺序应该是 就是说五 六 四八 对吧 它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变换的轮换 那我要求逆的话 正好是自备量跟函数值倒 所以相当于我把这个轮换给倒一个方向 就是五变成八 八变成四 四变六 六变五 这就是它的逆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是五六四八 这里边我就倒着写 八变四 四变六 六变五 五变八 变成这个方向了 所以就相当于把这个顺序 五六四八 把它倒序写一下 八四六五就可以了 正好是相反的方向 类似的 这个一三二也是一样 我就倒着写 二三一 就是它的逆 所以这个计算呢 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把逆求出来了 这样我们就根据刚才的分析 关于置换的乘法是封闭的 有单位元每个元素都有逆 因此它构成了一个群 这个群我们有个名字 叫做N元的置换群 这是最大的那个群 就是所有N阶层和置换都放进来的 这个叫做N元对称群 这是一个最大的群 那这个群它有很多的子群 那每个子群呢 我们叫做N元置换群 就是它可能对一部分元素发生置换 并不是说所有的置换都反映在这个构造里面 那种子群呢 我们叫N元置换群 这个是最大的N元置换群 有个单独的名字 叫N元对称群 那这里边我们看到 如果作用在三个文字 一二三上 它一共有六个置换 那这个就是三元对称群 就是所有的可能的置换都写在里面了 那它里边如果我要找 横等置换 还有这两个三阶的这个轮换 它也构成一个子群 这个子群呢 正好元素是原来的一半 这个叫做三元交代群 这也是有一个特出的名字 它这个里头都是偶置换 大家发现 这个是可以写成两个兑换 这写成两个兑换 这是偶置换 就是这里边的所有的偶置换 我把它拿来 构成一个子群 这个叫三元交代群 所以这是 当然这里边还有二届的子群 比如说这个一和一二 这也构成一个子群 就是两个置换的子群 这是关于这个置换的 它可以形成一个群的结构 就是完全满足 我们群的那些要求 下面我们看到 它的元素的阶和子群 在这个置换群里边 元素的阶 K阶轮换的阶就等于K 这个是为什么呀 什么叫做结呀 就是说它自己 乘多少次最后得到单位元 对吧 那你要这个合成的话 我I1什么时候能变到I1呢 我经过多少个这样的轮换 合成以后能变到I1啊 它每作用一次向后 移一个文字 对吧 我一共K个文字 所以要K个这个合成以后 就相当于我5 第一个轮换作用 它变到6 然后我在合成上 第二个轮换作用以后 它又变到4 然后变到8 变到5 所以要四个轮换合成 每个元素才能回到它自己 因此 这个轮换的阶 就是K 它正好K个文字 如果要是一个置换 表层不交的轮换之机的话 那第一个轮换呢 它的要回到它自己 就是经过多少次合成又能回到它自己呢 正好是等于它的阶 那第二个轮换也是经过这么多次回到它的阶 那整个呢 我要使每个文字都变到它自己的话 正好等于这个阶的最小公倍数 比如说我这个轮换分解成一个二阶的 一个三阶的 分解成 就是这个置换分解成一个二阶 一个三阶的 那我至少要自成六次 这个二的倍数三倍以后 它变到它自己的文字了 然后三的倍数 要三次才行 22倍的 对吧 所以只要六倍的合成以后 才能变到每个文字都变到自己 因此这个要计算 置换的阶的话 我就把它每个轮换的阶求出来 求它的最小公倍数就可以了 这里边就是一个 一般的一个S3的一个图 我们看到 这是原来的那个六个置换的群 这个是由横等置换 就是一自己变自己 这个二自己变自己 就是每个都自己变自己 这个横等置换 它是一个子群 只含有单位员的一个平凡子群 这也是一个平凡子群 这个是三个二阶的群 就是一二对换和横等置换 这个是一三对换横等置换 这是二三对换横等置换 这个就是三阶的 一二三置换 一三二还有一个单位员 这是一个三阶的子群 这是它的子群的结构 我们用一个格表示出来 这是我们讲到的 置换群中的它的阶 元素的阶应该怎么计算 它的子群应该怎么计算 下面我们给出一个置换群的例子 这个是有一个开来定理 它讲的是每个群计都和一个变换群同构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把那个函数F 取那个带参数的A 把那个根据这个参数A 我构造一个函数FA 这样一个变换 一一的这样的变换 然后所有这样的变换构成的群 正好跟原来的群同构 刚才我也举过例子 就像那克莱恩四元群 它可以有四个变换 就是FE FA FB FC 整个这个四个变换构成的群 和原来的克莱恩四元群是同构的 这个是开来定理的 它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有限群都和一个置换群同构 就利用像刚才讲的那个带参数的那个变换 每一个群中的元素都可以得到一个双摄函数 就是以这个元素为参数的双摄函数 然后所有这些个双摄函数构成一个置换群 这个群跟原来的群正好是同构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群 它本来的元素可以是形形色色的 各种各样的元素 我们现在都把它同构于一个置换群 只要我们把置换群 就这种变换群能研究清楚了以后 那么这个群的整个的性质都可以表达出来 它的结构也都可以看出来了 下面这里边是一个置换的例子 就是说我这里头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作是一个方格图形 它里边背后文字 一二三四四个文字 然后这个图形可以在 就是你如果放在桌子上不动 那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它就是这四个文字 但是如果这个图形 经过翻转或者旋转的时候 它尽管还是这四个文字 但是方格的位置 它的文字就可能变了 你比方说我这里头 可以经过一个旋转九十度 旋转九十度以后 原来在一这个文字就变成二了 就是说我如果顺时针旋转 那一就到了四的位置 四到了三的位置 三到了二的位置 二到了一的位置 它就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这个置换 就是一被变到二 就是这个文字被变成二了 二的文字变成三了 三的文字变成四了 四的文字变成一了 所以这个九十度的旋转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置换 把这个动作的效果表达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 如果我转的是一百八十度 那相当于一和三互换 二和四互换 就是这个置换 这个是对应的二百七十度的 可以有这种 另外我们还可以有这种 比如说我沿着这个轴 把它翻一下 一翻转一和二互换了 三和四互换了 就是这个 所以这里边的每个置换 代表着一种动作 包括你顺时针的旋转 九十度 一百八二百七 还有一个零度 零度旋转就是横等置换 然后我包括沿着这个轴 一百八十度的翻转 或者沿着这个水平轴 一百八十度的翻转 还有这种斜线的轴 斜线的轴 四和二都不变 一三互换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斜线的轴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八个置换 这八个置换代表了 它可能的各种动作 旋转翻转 我们希望的是 如果这个图有一个涂色方案 在这些个作用下 我最后看到不同的方案是什么 那就是说 我这个棋盘在这个桌子上 它是可以转动的 还是可以翻转的 我在各个不同的角度看 它不同的方案有多少种 你原来的方案可以很多 比如说我每个方格 图两种可能的颜色 那就是二乘二乘二乘二 应该是二的四次方 应该有十六个方案 但是如果我要是 任意在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 它实际上最终只有六种方案 并没有那么多方案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技术它的这个方案的个数 允许它旋转的情况下 技术它的方案个数 就要用到置换群 我们用到这个群的结构 然后通过这个结构 把它的不同的方案 可以有一个 后边我们有这个技术定理 Polio定理 可以通过那个定理 把这个方案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在许多研究空间结构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 我们认为所看的结构 相同的话 就是同一种结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得用到这个置换群 好 休息一下